Ru10 戰盡 往後靠了一步是不是戰術投降了 他三下戰盡 GODITOM 6029 201 戰盡世界冠軍 我簽名 今年年初閃電狼選手 Tom 6022就奪下世界冠軍 今年亞運又有了魯石戰盡 那你一定很好奇 魯石戰盡是一款什麼樣的遊戲 魯石戰盡的玩家多半都會跟你說 這款遊戲是靠賽的運氣遊戲 但真的是這樣嗎 就讓新頭殼與你一同聚在 旅店溫暖的魯火旁邊 來場節奏明快又生鬥的鬥牌吧 魯石戰盡是一款由暴雪娛樂出品的 一支新卡牌遊戲 比賽開始前 雙方會先準備30張卡牌 並從九種職業中選定自己喜歡的 隨著遊戲的開始 玩家每一回合都會獲得水晶 從第一回合的一顆 到最後一回合的十顆 水晶將會決定玩家 能夠在一回合當中 使用多少張卡牌 那為什麼會說 這款遊戲是考賽的呢 因為這30張卡牌是隨機抽出來的 很有可能一剛開始抽到的牌都不能用 也有可能因為一個小小的出牌失誤而全盤皆輸 但正如世界冠軍TOM60229所說的 唯有把細節做到完美 把失誤降到最低才有資格提到運氣 也使得魯石戰盡 並不是單單考賽即可的運氣遊戲 而是牌桌上高超的經濟 而這次參加亞運的 則是目前隸屬於H2戰隊的Roger 最擅長的機會是盜賊素有賊王 支撐的他 曾經在2015年的BlitzCon 奪得了亞服精英賽的冠軍 而其他更披上戰保衛國出征 也期待他能帶回好前機 新TOK也將釋出H2Roger的專榜 談談他這次參與亞運的心路歷程 也請大家持續追蹤我們的報導